天真善火火烂烂 笨真性情 好的就是好的,不好的就是好的 我们在排练的时候就跟陈龙老师,李泽峰老师,我们商量好了 对,可以跟陈龙老师,李泽峰老师,我们商量好了 因为我们在排练的时候就跟陈龙老师,李泽峰老师,我们商量好了 说就是演的时候一定要来真的 可以给大家看到一个很自然的反应 还是会害怕的,但是那种反应是很真实的 没有想过标准,因为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每个演员 如果,就是每个演员都会去这么做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为演戏去付出 对,我觉得很正常 我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其实看到了一个闪光少男 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无限大的潜力 所以我这一票投给了彭于畅 那时候确实是自己跟爸爸妈妈提出来说我要去学这个 因为,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可能就是刚好在高中的时候 就是可能是很偶尔的一次听,比我先去学艺术的同学听到了这个 然后就先去试课啊,这些很常规 其实我不觉得艺考的那段生活是很孤独或者很困难 因为当时我去艺考的时候我认识了一帮就是良师异勇吧 我们那时候,艺考的时候虽然大家一起住房子 住在北京一个很小的房子里 当时都是同学都是来自五国四海的嘛 比如安徽,广东,东北,山东,河南,就各个地方 然后但是当时大家在一起,其实都是为了一个目标 就是我要考上上系北京中系 对,大概都是那样系 当然大家每天都是一起起来出神功,一起互相监督 听各自的那个段子,听各自的选段,互相监督 那时候我觉得那段生活是很欢乐吧 我不觉得它孤独或者难老 我觉得它是我人生经历当中很宝贝的一笔财富 而且我还认识了很多的朋友,对 就是拍第一部男一的戏的时候 那时候,那时候觉得跌到男一了 就可能有点飘飘然,觉得自己会演戏了 但其实发现自己 其实差得很远 当然其实那时候真的是差得很远很远 然后就被说,拍戏第一天,我第一次去看《回放》 就是我演戏的第一次演那么多子戏,第一次去看《回放》 然后说,在镜头后面他们说,轨道推的挺有感情的 就是这些戏,我当然就站在后面 那时候还,大家都站在,都听到了,其实还挺尴尬的 然后后面就,就下定决心要努力吧 要不能被别人看不起 包括我现在,再去回看自己原来的一些作品的时候 就是,总觉得不是,不是那么满意 就会,老会觉得差一点点前面说了 就是,就会觉得,应该可以演得更好 对,老会觉得,要演得更好,可以演得更好 我会这样去想 无论是从第一部戏还是到现在拍戏 镜组的那前一个星期磨合的时候 我都会,一直会跑去问导演 每一条拍完我都会问导演 我说,导演可以吗?导演怎么样? 因为,就,真的是没有,没有特别有底气 或者是说,还是有那个敬畏的心吧,我觉得 因为这是一个职业 这个职业也需要一个不断的精进的一个过程 你们两个今天这个过程中 在这一步上,已经走得很扎实了 比我20岁的时候好,好多了 真听真看真感受吧 因为,因为要自己真的去带入那种角色 才会有人物的状态感觉吧 对,因为我每次都是创造出一个人物的时候 就是,很真实的去融入那个角色 对,我觉得现在我已经在努力去融入 在更进一步的去融入角色 去找到我跟角色之间的共鸣吧 我觉得,然后在平常生活中 我希望还是,对,不忘初心 对,做一个真心情的人 好的就是好的,不好的就是好的 首先先通读剧本吧 通读剧本,最基本的先知道 这个人物的发展和其他人物的关系 然后再看看自己试着给自己做一个人物小专 对,大概就做一些很基本的按头工作吧 拍每一部戏都有不同的挑战 为了角色去减肥,去学习乐器,吉他,大糖果 去学游泳,去做那些体能啊 包括各种训练 但是这些我都觉得跟很多前辈都没法比 因为他们可以为了一个角色去增肥减肥 为了一个角色去体验半年长大至久的生活 我觉得这都是演员对角色的敬畏吧 他们为了去塑造一个完整的活生生的一个角色 让观众去看到是大家应该为此努力的 我觉得我其实做的还不够 应该去向前辈多学习 对 退去在演员上面 所以我还是最后得靠我自己接下来的以后的作品来说 所以我得 然后自己每一部作品不能让大家失望 希望以后也会有人看到我的电影 可以说 说普玉昌真的演得还不错 就是 这个是挺 还是很期望的 很期待 有这么一天吧 想想还觉得挺好 我没有对自己有什么长远的规划 因为 对 就觉得 就是 如果正好有 合适的机会 好的角色 那一定会 会去 会奋不顾身去 对 好 我 好 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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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